關鍵是在這個畫面的時候 如果你的刀尖是在這裡 等一下就從這裡開始割 如果刀尖是放在這裡 等一下從這段開始割 這時候完全是靠手去推 決定你的位置 比如說我決定在這裡 也就是刀尖 抓在這個位置的話 切個鏡畫面在這裡 那我們把鏡頭拉遠看 這時候我按下1 等一下割的位置 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 我發現按左 都可以動 右 只能到這裡 只能到這裡 因為這邊是我剛剛設定的點 所以我再翻開一下這一個壓桿 如果我今天是放到這裡 1或2都一樣 2就是你昨天問的 如果前面有一段 我按2 等於前面這邊如果割過了 就用2 這裡就變成是7點 等於電腦自己要送過來的時候 就會從這裡直接割 割在機器上 所以我才會說 重點是要把它推到紙的上面 如果沒有印刷面 就要推到紙的上面 這就是7點 因為它往右 不行 往左會穿過輪子 通過輪子 所以指寬要設定的原因 就在這兒